老魏总 恕我直言 您想拉近和蔚蓝之间的关系 不是利用他回去 而是要直面你们之间的问题 他是我儿子 没有谁比我更爱他 我知道您很爱他 但可能 您表达爱的方式有些欠妥 您可以试着 用蔚蓝需要的方式去爱他 他需要的方式 就像我和我爸之间的相处 我们的关系就是将心比心 您也可以和蔚蓝多交交心 蔚蓝需要的 是实实在在的语言和拥抱 我也想跟他说话 可是他不爱听 我也想拥抱他 可是他不要 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生活 你就没有资格批判我 我只是不想让你独自承受这些 而且 而且你爸也是真的很想你 够了 醒醒啊 今天是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第二天 不好好庆祝一下 我总觉得不太真实 我突然明白了 那天蔚蓝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也理解了蔚蓝为什么那么执念于恋爱的仪式感 我没有经历过他的成长 所以不懂他看起来强大的外表下 心里有多孤独 多缺乏安全感 现在 我是他的恋人 是站在他身边的人 连我都不能给他 真真实实的安定感觉 他该有多难过呀 晓晓 那他是什么人 他的家族 各个大手 多 стран 你的家族 你 我全都告诉你 我不是不想跟你约会 只是刚刚被老卑总叫去了 他想了解你 他想让我帮他传话给你 但是我拒绝了 他想让你传什么话 他知道最近公司出了大麻烦 他也很想帮你 他说如果你需要的话 就联系他 你在想什么 是不是因为 刚刚我说到你爸的事 你不开心了 我在想 为什么我的女朋友这么贴心 这么懂我 还这么关心我的感受 不不不 我刚刚好好反思了一下 我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好 毕竟 今天是我们 谈恋爱的第二天 我不该把你丢在那儿 自己跑出去 而且我这个人 在感情上也比较慢热 比较笨 可能跟我在一起 也不是一件比较开心的 跌跌双双 人海茫茫 你在我身旁 就不害怕风浪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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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